台东县卫生局食品药证科日前举办 管制药品法规及药局无障碍环境设计的讲习课程 卫生局食品药证科举办这次讲习课程 是为了加强台东县境内的医院、诊所及药局等业者 对于管制药品法规能有正确的认知 同时增进业者对管制药品的申报及管理能力 确保管制药品的流向减少台东县的管制药品发生流用的状况 台东县卫生局局长孙国平特别重视管制药品的管理状况 针对什么是管制药品及管制药品的重要性做了详细的说明 管制药品是指成瘾性的麻醉药品 还有影响精神的药品 另外还有卫服务所认为有加强管理必要的药品的总称 虽然这些药品在使用上具有风险 但是在正确的临床用药指引之下使用 它不会危害用药者的健康 也不会产生危险 而是可以协助病患改善生活状况的这一类药品 这因为管制药品具有成瘾或是依赖这些特性 所以民众在随意使用的话会因此成瘾 导致管制药品被作为毒品滥用 所以藉由留下及处方管理可以确保药品不被滥用 或者被非法使用 进而保障民众的身心安全 这次的讲席课程 特别邀请卫生福利部 台东医院药剂部范隆生主任担任讲师 同时也邀请身心障碍联盟的洪新平秘书长进行演讲 台东县卫生局食品药政科卓晶晶科长 针对这次讲席的目的进行说明 今天是办理药局或者是卫生所 医疗院所的药师的相关的研习 那主要的研习的今天的重点是 针对管制药品的管理 还有法规事务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是有聘请 布里台东医院的办公室办主任来跟大家讲 就是最主要是针对管制药品的 我们法规上的管理的重点 那还有就是我们机材人员 会去机材的一些食物的一些分析 跟一些重点的说明 让大家对管制药品能够更熟悉 尤其是今年有本巴比托 跟二难品的药品出问题 那新闻媒体也报得很大 那我们卫生局台东这边也管理了 所有的把机材 卫生机材做管理 那大家也都有在落实 除了刚才大家对管制药品能够不要违规 那也希望在药局这边的能够无障碍设施 也能够配合法令的规范 能够提供无障碍设施的环境 台东卫生局食品药证科 举办各种讲习课程 培训专业人员 目的就是为宪明把关 把民众的健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未来 卫生局食品药证科 将会持续推出更优质的课程及服务 让台东除了慢活之外 更能乐活 以上新闻由正声电台记者 陈旭关的采访报道